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如果你想在A裡面做環繞式的 那要怎麼做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這邊我先丟幾張 我先丟幾個進來 我應該丟一個就好了 好,我丟進來 一樣要把它變3D,對不對 好,變成3D 好,現在它放在正中間 其實放在哪裡都沒差,只要變3D的都一樣 好,那我現在呢 假設我想要把它 繞著這裡 繞著這裡走 就是這樣子繞 好,這樣子繞 我現在左手邊這裡由上往下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在這邊由上往下 那最重要就是你的中心點要變 中心點 因為我要繞著這邊走 所以我就 中心點的工具 有沒有,這是我們中心點的工具 你可以去移動一下 我就把這個S軸拉過來 有沒有 拉過來 就看你要距離多遠 好,就距離多遠 記得中心點用完一定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回到箭頭 因為那個 沒有什麼作用 就是調整中心點而已 好,用完一定要回去 好,那我稍微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OK 好,現在大致上中間在這邊 那,我要產生第二個第三個 怎麼辦呢 來,我們Ctrl加D 是不是有個叫複製圖症 Ctrl加D 有沒有,我這邊就兩個了 只是這是在原地貼上 現在呢,我就以它為中心 我來旋轉一下 那,我現在要旋轉 要以哪一個方向去做旋轉 這個 Y軸 因為我現在是由上往下看 你看,我要這樣子繞著 繞圈 是不是以它為軸心 對不對,所以是Y軸 我就繞一點點 好,來,你看一下 SY 你看我繞一點點 有沒有繞出來了 你看我們右手邊這邊 這樣有沒有繞 對不對 這樣就兩個了 所以你要幾個 有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 看你要幾度 我現在是17嘛 如果我是30度一個 這樣一個 我再多 再增加 Ctrl加D 我再增加一個 30度 好,這裡 Y軸 再多轉30度 60 這樣有沒有再一個出來 好 然後呢 一樣 我再多一個 就是都一樣的方法 90 這樣就四個了 好,那現在這裡有了之後呢 現在這裡有了之後 我要做旋轉 之前 這四張 現在是不是都是一樣的 我用一台攝影機來看 你會比較清楚齁 所以我 先增加一台攝影機 攝影機 好,交進來 現在呢 我們從攝影機看是這樣子 我往後推一點 這樣有沒有每一張都看到了 對不對 好 那你要旋轉 跟我們剛剛虛擬物件一樣 我虛擬物件要擺在哪裡 就擺在這邊 所以我就來增加一個虛擬物件喔 這個圖層 好 預設它放在正中間 但是這個中心點 不見得跟它 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剛好調整過 所以我可以偷偷看一下他們家的 你看這裡 這個圖層 中心點有沒有在這裡 有對不對 我可以 直接 借用他們家的這個 數值 我點到它 Ctrl加C 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 中心點 但是記得喔 它是要變3D 好 Ctrl加V 你看我的數字 這個數字 有沒有現在跟這個數字一樣 這樣我可以確定 我的中心點跟它中心點是一致的 所以啦 不要懷疑 豬尾巴 是不是黏上去 你黏上去之後 如果它 等一下喔 不用不用 這裡不用黏豬尾巴 我們就把 這些 塗層 豬尾巴 是不是黏到這個 因為我要旋轉嘛 攝影機不動啊 你看我這樣黏過來 所以我現在呢 我來旋轉它 我來繞我的歪軸 有沒有大家都一起在動 這樣了解的嗎 這樣是不是比較快 當然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現在四張是不是同樣的 因為我可不可以把它去替代掉 我們在這裡 裡面不是有一個教材 怎麼樣去替代那個素材嗎 對不對 對Alt按著齁 所以我今天第一張有了 好現在呢 選到這一張 這個按住Alt丟丟丟丟丟到這邊 有沒有就換一張了 換下一張 換這個 按住Alt丟丟丟丟丟丟下來 所以我都用同一張去做就好了 好最後呢 要做的時候再把它換成其他的 有沒有這樣就全部換掉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再做旋轉 這一個 對不對 好就可以 其實你也可以轉其他軸向 如果你懶得調整設計 我轉一下 這裡也有偷視角 對不對 好OK啦 這個是補充一下 所以你看到那個 去旅遊的那個 你就知道 他們家怎麼做的嘛 對不對 OK 好啦今天就上到這邊了 下課囉